Facebook原來是在網頁預設有權在你的電話和電腦 傳取你除了Facebook以外去過什麼網站 包括了網上銀行的網頁 我們現在要認識它,讓你自己的私隱安全一點 按這三個點點,三行線 下面按設定和私隱 接著在下面按設定 接著就滾下去 在你的Facebook資訊那裡,第三行就是Facebook障礙動態 按一按下去,接著就管理你的Facebook障礙動態 這裡我因為已經清除過一次紀錄 所以我這裡就見不到有什麼網頁在這裡 如果你是未清過,你就要按一次清除紀錄 就清除你下面曾經去過那些網站紀錄 就不要讓Facebook知道 同時間上面這三個點點,你要按一按它 按完之後,下面有管理未來的動態,按一按它 這裡下面,藍色字,管理未來的動態,按一按它 去到這裡,你見到上面是藍色的 就說它預設了就可以在你除了Facebook以外 其他你上過的網站,它都是有權可以知道的 我們就要關掉這個按鈕 接著這裡按關閉 你見到灰色了,它就關掉了,這樣就可以了